這個糗事是發生在以前簽話會的時候 那時候經營臉書圖文紗畫 有時候會跟著小公司辦的活動參加簽話會 幫粉絲簽名畫畫順便聊天 記得那一次是要去中油百貨吧 由於當時沒有考量到隱私問題 加上那時候還很瘦 所以當時參加簽話會是有肉臉的 而因為簽話會要跟專程來的粉絲見面 所以就會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但通常越是在意 在意的事情就越可能發生 簽話會前三天 我就開始注意到我的臉頰旁邊 有一個點紅紅的 你看就是要長痘痘了 如果放任這個可愛的小痘痘不管的話 三天後就會進化成狂醜巨鬥 於是我敢行對痘痘做各種處理 因為我媽推薦了茶樹精油插在痘痘上 幸好在出發前一天 痘痘就消很多了 但是為求完美的我 定住了一個非常愚蠢的決定 出發前一天晚上 在睡前灌洗的時候 看著那顆頑強還不消失的痘痘 有一心只想到他完全不見 於是 有人不假思索 再度拿起了老媽給了茶樹精油 放滿在了OKBON的棉墊中 然後緊緊的貼在了痘痘上 我想說這樣就能加快讓痘痘休息 貼完後我就充滿期待的去睡覺了 隔天一早 我開心的起床去檢查痘痘消失了沒 但一吃開OKBON 我立刻感覺到了不對 紙芊臉頰上出現了一個長方形的紅印 而且竟然有些紋的刺痛阻熱感 但我一開始還想說可能是貼太久 紅印只是皮膚悶到 應該很快就會消掉 但紅印接觸到空氣之後 顏色竟然慢慢的變深 在我準備出門時 居然開始結痂了 我的臉上就這樣留下了一大塊 OKBON形狀的傷口 難道是 僅有貼太久 灼上皮膚了 我這才知道自己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原本想要在線畫會當天讓臉變乾淨 沒想到適得其反 慘上瞎慘 更好笑的是 後來因為時間快來不及 只要趕快出門 到了線畫會場 我拼命的想要找東西擋住我的傷口 後來終於找到有人帶OKBON來 結果是一個超級可愛 上面還有各種繽紛小花朵圖案的OKBON 所以我只能貼著這個超可愛OKBON見粉絲 啊 原本想要帥帥的簽名 結果搞得好像要跟粉絲賣萌一樣 後來我翻超久終於有找到照片 那時候是在還沒有全部結痂式拍的 仔細看真的會有OKBON的形狀 這件事過後 我左邊的臉頰就變得比較敏感 戴到品質不好的口罩就超容易啊 可惡 有多蠢啊 那為什麼我會突然跟你們分享這個故事呢 因為時隔好幾年 終於有機會再次見到大家啦 這次6月28號到7月1號的設計完創意展 歡迎大家來逛逛蛋哥跟九尾的攤位 並找蛋哥跟九尾拍照喔 那大家可能會更想跟這個白蛋立牌拍照 這是我們為了這次去做的等高立牌 九尾已經搶先拍照了 因為是第一次自己準備這麼多周邊跟策劃 我跟九尾四處奔波去找廠商啊買材料 那約定好像要互相督出去運動 希望在6月底前稍微瘦下來 然後這個應該是很多人好奇的 你們到時候會不會露臉呢 或者說隱私還是要顧一下 所以我們在現場會戴口罩喔 至於會有什麼商品呢 目前在社群跟IG公開的有 電影店啊 報紙 滑鼠店 銀芯片等等 其他的 接下來會慢慢公布 期待6月28號到7月1號與你們見面 有什麼關於這次攤位的問題 都歡迎留言我們蛋哥喔 到時候再整理大家的問題 一次給大家回覆喔